股市1.0 我是徐玉玲 加入1.0 跟我就能赢 今天是7月6号礼拜三 今天大盘跌破了昨天 14100的点位 形成的低不破低 形成的空方惯性的延续 到底这个大盘要跌到哪里 到底跌到哪里 才会出现止跌回稳的讯号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大盘的K线图 从大盘的K线图 很明显的发现到 昨天的十字星的低点被跌破了 而罪魁祸首是谁 罪魁祸首之一 叫做什么台硕四保 硕化股的台硕也好 或者是南亚也好 都形成了大跌的走势 甚至金融股在这里也形成了 再度跌破前低的态势 甚至钢铁股还在形成了 一个低档测试的走势 而电子股也无力反击的过程 当中形成了什么 形成了一个拉回测试前低的位阶 这个行情为什么那么弱势 其实跟美元指数有关系 而如果你是我们李林家族的家人 在开盘之前对于今天的行情 你会心里有底操作很安心 因为1.0说过 我全市场独一无二的盘前抢先报 当大家都没有方向的时候 我会给你明确的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今天的盘前抢先报怎么说 我说财政部发布了一个紧急如律令 而这个律令八大韩库 吉日起腰开始护盘 那我问大家八大韩库真的有护盘吗 没有护盘 八大韩库昨天还站在卖操 而且是连三卖 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呼吁我们的政府 不要只是会口水护盘 要不然就是拿出真枪实弹来去做护盘 当然在今天大跌破底的同时 我知道你的信心是非常脆弱的 1.0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你不要看1.0是一名女子 但是我真的想要在这样子的空头行情里面 保护我们所有领龄家园 其实早在大盘还在万五之上的 我发了一个讯息 我给我们所有领龄家族的家人 我说我说我对于这个行情 我有疑虑 为什么我有疑虑呢 因为美国的CPI在攀升 而且美元指数在拉升的情况之下 外资的资金会来去做撤逃 台币会形成贬值 别忘了1.0在节目里面 我不断的不断的告知 我说外资它最大的考量 就是汇率的考量 也就是说当台币形成贬值的时候 没有资金的竞争力的时候 它就会把资金汇出去 转到美国市场 因为美元是强势的 所以在台币贬值的过程当中 它一定会拿谁开刀 一定会拿大型全职的个股 来去做开刀 所以这段时间里面 1.0知道所有的投资朋友都很辛苦 但是1.0也事先的告知 就是我们所有的林林家族的家人 在这里要避开大型的全职股 好 然而大盘什么时候才能够止跌 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 来 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部分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不是杀手 因为今天的杀手在塑化 在金融跟钢铁 今天的台积电它的前提是有手的 所以下个礼拜四台积电要召开法说会 市场上面都屏息以待台积电 这一次的法说会里面 它的营收 它的获利 它的产能利用率 它的资本支出 它的毛利率 会不会像之前那么好 因为毕竟很多人对于我们护国神山 台积电是虎视眈眈的 所以至少今天1.0看到一个现象 台积电没有在破地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什么 今天的台币还在贬值 而这个贬值的效应之下 它对于大型的全值股 会不会很大的影响 会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今天 今天的2303的联电 很多小伞持有的联电 今天又看到了三字头 我先来跟大家讲 我绝对不是恐吓大家 我认为这个三字头 绝对不是它的低点 它还会看到二字头 甚至呢 我在这里我也必须要特别跟大家讲 就像1.0 我们早在高档的时候 叫我们的清代会员 联发科高档全数 卖出资金抽回之外 积极的投资人 在高档的位阶来去做放空 我跟大家讲 联发科还没点完 因为从整个手机的竞争能力 或者是从毛利率的一个角度 而言获利的前瞻性 去年的基期太高的情况之下 对于手机大厂龙头联发科 它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 所以如果你手中持有这样子的高价个股 1.0希望你来找我 因为反弹 第一个你持有的人 你一定要知道反弹到哪里 你一定要站在卖方 因为反弹到压力区的附近 我还会持续来去做放空的动作 这里就是为什么1.0告诉大家 多也是一种策略 空也是一种策略 当大盘还在空头市的时候 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因为上涨也是一段 下跌也是一段 好 那当然1.0要特别来跟大家讲一下 在我的盘前抢先报里面 我会针对于台股的卖动 以及6月份的营收 来去做一个前瞻性的掌握 我们可以发现到会洋KY 2637的会洋KY 它今天算是4.0的卖颁 在这一次的6月份的营收 是非常亮丽的表现 半年就将近赚了一个股本 而在今天的一个股价表现而言 也相对的抗跌 我们来看一下2637 2637的一个会洋 形成了一个呢 站稳5日均线之上 所以现阶段的选股焦点 要放在哪里 要放在6月份的营收 那只是说呢 因为大盘的一个空头架构之下 汇洋KY 它今天算是什么 它今天算是一个空方量 空方价的开出 一定有短线的买盘 在这里上下其手 也就是说昨天就已经知道消息的人 昨天已经进去买了 而且在今天开高的过程当中 有人来去做一个短萃 没办法 因为我们政府鼓励当中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很多的股票买点到了 1.0会在盘中发出第一个指令 所以当然除了汇洋KY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航运 整个航运呢 目前它有哪三大利基点 第一个拜登 拜登对于中国可能会调降关税 而这个关税呢 对于所谓的航运 会有一个利多的加持 那第二点呢 在全球运输供应链的罢工情况 持续改善的情况之下 海运的供给会是比较吃紧的 所以海运的一个部分 会不会如同马士基打脸自己之够 形成的营运转好的部分 所以我在盘前抢先报里面 我事先告诉大家 我说航运指数 只要能够带量站稳五日均线之上 后续它能够续航的关键在于 量量量 没有量价格就站不稳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今天整体的一个航运指数 今天整体的航运指数 还是站上五日均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受大盘空投压力的影响 它形成一个缩量拉回 缩量拉回今天形成十字星 十字星的第一点 有手是够续多方抵抗的一个力道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就像昨天 一点你特别来告诉大家 昨天的长龙跟杨明 等一下我们来讲一下操作的一个思路 好 我也特别来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说 今天在友达填席之后 群创在7月11号除息 如果你手中有面板股的人 该怎么去做操作 好我先来讲面板股 那所谓的面板股呢 我知道很多的投资小伞喜欢操作 但是我们在操作任何一个产业个股而言 我们第一个我们就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一个观察 我们来审视一下 面板股这一波真的是跌得又深又重 那跌深了之后它会形成反弹 这是所有的股票都会形成的特性 一定就是说涨多了它会拉回来 但是你要知道是 它能不能够回到过去的龙景 我要告诉大家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整体的NBPC面板的需求 在做一个消费电子的需求 在做一个下滑的情况之下 对于后世友达的反攻之路 将会形成阻碍 所以1.0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真的要做友达群创长期投资 1.0不排斥 但是如果你是短线来去做价差的人 你必须要知道反弹到哪里 你必须要先站在卖方 所以以友达的一个技术线型而言 它的量在这里 它的大量在这里 它大量在17块附近 所以我觉得这个17块不容易一次的越过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群创 从群创的一个走势而言 我们可以发现到今天群创 留了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我们再观察一下量价变化 今天也叫做空方量空方价 所以今天短线当冲的人 已经在这里上下起手了 在这里上下起手开高现在在卖方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很多人会趁着力多来去做一个什么 来去做一个又多的动作 而你一定要看清楚 主力法人在这里如何利用消息面的掌握 来去上下起手 那再来呢1.0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东西非常多 十一柱形抗通膨 哪个族群是接下来资金的避风港 所以在今天大盘大跌200点的同时 1.0还是要告诉大家 不是所有股票都能够闭着眼睛乱打 你必须要选对股票才有钱赚 而谁有这样的能力 我相信我有 1.0想要替由这个节目来跟大家讲 我真的很想要保护你 你不要再单枪匹马了 我真的很想保护你 你不要看1.0是一个爱漂亮的女子 但是1.0要告诉大家 我有一个坚强的心 我有一个全方位的操作策略 我有一个坚强的1.0团队 所以当你旁中无助的时候 当你面对大跌 你失去信心的时候 当你害怕的时候 别忘了1.0都在你身边 好 那说到长龙阳明 我必须要纠正很多 错误的分析师的言论 昨天我在节目上面 我也听到好多好多真的好多 好多的分析师都说 长龙跟阳明已经顺利的填息了 我先跟大家讲 长龙填息他必须要回到 他除息之前的价格 他除息之前的价格是108.5块钱 因为毕竟他在6月29号除息的时候 是除息18块钱 那阳明的部分是6月27号除息 除息20块钱 所以如果阳明要回到他原始的填息的价位的话 他就必须要回到98.3 所以以昨天的长龙跟阳明的一个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的长龙跟阳明的表现是有多方量能 但是呢我说过这一波长龙 如果就像去年一样 能够有这一段的涨幅 能够从110涨到170 他必须要有投信外资两大法人的同步起工 所以我特别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真的持有长龙 甚至持有阳明的人 我说了你来找我 因为1.0的面向不是只有基本面 我会基本面加技术面加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帮大家掌握到接下来 航运个股到底谈到哪里 你要先调节 因为我特别告诉大家 航运个股如果要像去年的走势 一样也是不可能 但是你可不可以短线的做价差 可以的 他会形成一个谈完之后再回的走势 但是在谈的过程当中 你要先知道哪里是要先让你调节的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1.0跟其他投资的老师 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八大关股行库 说实在的1.0真的呼吁国安基金 如果真的不要用钱来去做护盘的话 不要口水护盘 因为我们的台湾投资人非常非常的善良 我们台湾投资人真的很善良 因为1.0之前去过大陆 我认为我们台湾人拥有的善良的本性 就像1.0看到今天的行情 我就想到很多无助的投资人 尤其手中有很多很多持股 又用融资操作的投资人 我很心疼你 我想保护你 但是你在哪里 你必须要伸出手让我知道 而在昨天大盘形成V型反转的时候 外资的空单是增加了1,021口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我才会在我的盘前抢先报 特别跟大家讲 大盘主体的讯号要观察外资 即使期货现货不能够做空台币要直扁 这个都是我在盘前抢先报里面 特别来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说的 所以在昨天我发出了一个盘中的小叮咛 我们所有李宁家族的家人都知道 甚至在还没有跌破万五的时候 我也发出了一个讯息 告诉我们所有李宁家族的家人 我说这一波的行情 老实说1.0是有疑虑的 为什么 因为大型全职股 例如台积电联发科 甚至联电形成头部成型 而这些都是在台股权重很重的个股 那大盘怎么能够翻多 所以在昨天最关键的时候 昨天你看到反弹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心里很剑烈心情 你觉得在这里会酝酿千点反弹 但是1.0用独门开盘法来告诉大家 这个叫做1.0高盘 1.488它就为昨日的高点 如果你是我们李宁家族家人 你没有收到这样的讯息 1.0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1.0说到做到 所以我在昨天开高271点的是够 我怕新进来的李宁家族家人 会看到涨手痒就去追 所以这样子的讯息 对你来说 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一波的半导体这么的弱势 因为现在半导体的耗材又要涨价 半导体的一个晶圆带空厂 在成本跟获利沉压的情况之下 日元又狂扁 相较于台币形成贬值的情况之下 它会形成的一个利差的效应 以及半导体的耗材在这里形成的一个 抗涨的一个力道的情况之下呢 甚高的长约它要调升三成 糟合电工也要寒涨两倍 这个对于所谓的成熟制程也好 所谓的先进制程也好 它都面临双重的压力 因为成本上扬了 成本上扬 消费电子的需求又转落 所以今天的联电又看到三字头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你手中有联电 有联发科 有台积电的人 你一定要来找1.0 那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了一下 因为今天的杀盘重心 是在塑化跟金融 还有钢铁 说到钢铁呢 因为很多人对于钢铁不死心 我还是要特别跟大家讲 今天星光钢它除息 但是它除息的卖压是非常非常重的 所以记得 记得1.0在4月20号的时候 我的星光钢在高档全数卖出 1.0的VCR你都可以去做回股 所以我们光星光钢的这档标的 我是有买有卖的操作 我是能出在高档 把赚的钱放在口袋当中 所以还有新晋的家人会问 钢铁股可会买4月份的时候 我说不能买 因为是要站在卖方 我跟大家讲一些 选对股票 今年的操作 你一定要把1.0的话 放在心里面 因为1.0想要保护你 你不要看1.0是一个女子 但是1.0真的想要保护你 因为今年的操作跟去年的操作 完全不一样 去年的操作你闭着眼睛 你乱买你不卖 你或许还能够赚钱 还能够解套 因为大盘在多方式 目前的大盘在空方式 你除了要选对股票之外 你还要会买也会买 因为上涨也是一段 下跌也是一段 但是往往的投资人士 上涨的那一段赚不到 但是下跌的那一段全部的赔到了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这两年 你才进来股票市场的新手 你一定会很辛苦 如果你是新手小白的人 1.0也呼吁你来找我 因为我会告诉你 什么股票是空方式 你反弹而言 你要站在什么样子的操作思路 因为如果一档标定你不卖 你可能就会赔6成以上的幅度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盘前抢先报 绝对是你现在操作台股的最佳选择 因为1.0是全市场 我敢说我是全市场最用心的老师 我也是呢 我们全公司里面 第一个来到我们公司的人 我每一天大概 大概五六点我就起床了 我大概七点不到 我就来到公司了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 把所有的行情的脉动 把它整理成一顿盘前抢先报 因为我够用心 因为我有团队 所以如果你在这里害怕担心同时 你还不如加入一点的ligh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让1.0真的来保护你 好 那今天的东西 1.0会比较啰嗦一点 我会告诉大家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重点是 1.0的话你真的听进去了吗 还是1.0的话你 左耳进你右耳就出了 其实早在6月份崩盘之前 1.0就出了多头的火种 可以做多 但是一定要选对 多头的火种 我们有改变生计车用网通工业电脑 政策加持不受景气方面的抗通膨概念 这个我早在5 6月份 我早就事先订出来了 而这些股票你必须要采取的操作思路 就是高出就是低进 所以像是要滑药 我有没有高出一趟 有 拉回来我们做直接 有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很多的股票 如果你只知道股票 你不懂得买跟卖的操作节奏 你有可能上涨的那一段你没有赚到 下跌的那一段你也赚得到 好 你也赔到了 所以我在盘前响先报里面我特别特别表示 像是生计个股的国光森 今天的营收表现得非常亮眼 我们可以看到 4142的一个国商森在低位形成的跳空向上 在低位形成跳空向上的同时 我们来解释一下它的量价筹 今天叫做空方量空方价 空手的人不要追在这里 因为今天当冲的持股在这里上下起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像是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多空双段是什么意思 上涨也是一段下跌也是一段 反弹如果你是积极的投资人 想要做空的投资人 或者是你愿意做空的投资人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很多人他习惯做多不习惯做空 为什么因为不想不会 而且明明就是做多能够赚钱你干嘛做空呢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在大盘空投市的情况之下 我除了要告诉大家避开什么样子的股票 另外一个反手有一些股票反手真的要站在空方的思路 你才能够多空双赚 好那当然1.0也特别来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在今天大盘崩盘的一个情况之下 来到了一个呢 测钱低破钱低的情况之下 难道没有股票能够涨吗 有 但是你必须要用心 你必须要认真 就像1.0的盘前响先报里面 特别跟大家讲政策加持的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2364的一个呢 轮飞 我不是叫大家去追哦 而是我们可以从轮飞的表现而言 是不是要告诉大家 轮飞他是在做什么的 他是不是政策加持的方向之一 那为什么你看一下轮飞的这样的标的 他真的不像空投市 所以目前现阶段 有没有多头的火种 有那就是政策点火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呢除了轮飞之外 我们可以发现到通信网路做光纤产品的 3234的一个光环 在这里也形成了一个打双脚的走势 打双脚的走势目前等待量能增温 量能增温拉回来要找机会布局 好那当然呢1.0今天要特别从十一住行预热 也就是抗通膨的概念来跟大家讲 来今天有一档股票 1.0呢要从这一档股票出发 8454的富邦梅 8454的富邦梅今天完全的填席哦 这档标的他在6月30号行程的除夕 今天顺利的填席他代表什么 他代表消费能力在这里崛起 也就是说目前在通膨高涨的情况之下 万物皆涨呢但是薪水不涨 那很多人会用什么 会用一些网路的平台去做购物 像是6181.0会趁着折扣的时候 去买一些东西 就像1.0呢之前才跟大家分享 我很常去逛保养 因为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保养 那保养呢我最喜欢买什么 我最喜欢买化妆品啊口红啊 然后一些里里口口的东西呢 然后如果喜欢逛街的人都会知道1.0说什么 5904你可以发现到 在今天大盘环境不好的时候 5904的保养还逆势的功高 而这样子的标的 1.0是不是事先来帮大家掌握住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去发现到 像是2106的一个建大 建大在这里呢形成了一个缩量拉回来 缩量拉回来是不是酝酿出接下来的机会 甚至我们可以发现到什么 1216的统一 在这里呢也形成了一个什么 也形成了一个买单点火的力道 但是呢这个位阶 特别注意一下拉回来我们会寻找买点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生计的部分呢今天由星耀跟CDMO来打投证 像是呢6472的宝瑞今天也形成了一个盘面的点火 甚至美食在今天早盘一度的攻高 宝林附景也逆势的突围 好说到宝林附景 宝林附景在今天大盘大跌的过程当中 我们手中持有的宝林附景还记不记得 宝林附景的大户持股的 成本价位在哪里我们李宁家族家人知道 所以6月份的营收虽然还没公布 但是距1.0的第一手的一个实战的一个调查 我认为6月份的营收会持续的创高 目标价我们先看这个所有的李宁家族家人来 不要讲 好所以持股获利的续包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 像是借饮药血癌药的美食营收是成长的 而且在大盘大跌的过程当中 生计股人事资金的避风港 好那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大家比较担心的是6446的药滑药 为什么因为今天药滑药大跌了6% 那我想问的是 大跌6%你要害怕吗 大跌6%是机会还是风险 你如果连这样子的行情你都看不懂的话 生计股票你不要做了 我真的觉得你不要做了 因为你如果要做 你要找会做生计股的来做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药滑药的这一档标题 我认为接下来会什么 会超居赶发 我今天要上呢 这不是新闻 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接下来如果你真的要做多 你一定要跟着会做的1.0一起来操作 好那当然呢 在药滑药的过程当中 1.0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我们的生计个股 我们会掌握到全方面 因为我们是台湾工业院产业分析师出来的 那当然现阶段有很多冒仿1.0的人 用1.0的照片 用1.0的资料 来诈骗很多人 我在这边还是特别跟大家呼吁一下 我只有一个Lite 8 我的Lite 8就是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其他都是假 对好不好 那你可以呢把1.0的股市 1.0许玉玲YouTube频道 欢迎你添加下去 欢迎你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我还是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目前现阶段是市场上面最恐慌的时候 巴菲特也说了一张名言 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 所以在这里1.0不会避着眼睛乱买 1.0会告诉大家 我们避开外资的提款金的个股 而哪些个股会形成多方力道的交接 因为现阶段是人才人 大家很害怕的情况之下 恐惧才是传染力最强的疾病 每隔10年经济的景气 就会被乌云笼罩 就像现在一样 但是我认为在不久之后 将会下短暂的黄金玉 你千万不要死在最后的关头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现在下跌的空间 是未来上涨的幅度 所以如果你真的真的不知道 怎么去做操作 1.0诚心的告诉你 我想要保护你 我是真心的想要保护你 你不要看1.0是一介女子 但是我有非常强大的内心 我有一个全方位的资料库 以及我们1.0的团队 所以你加入1.0之后 你不会再是一个人 因为4月份行情再回 5月份行情再跌 6月份行情再崩的时候 我事先预期 而7月份能够买什么股票 1.0也准备好了 所以在跌的时候 你最害怕最无助最恐惧的时候 1.0准备好7大10大的超跌好股 准备低阶准备弯腰减转 如果你失去的方向 如果你害怕担心 1.0的light 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1.0真的希望你提前卡位 真的希望你跟上1.0的一个赚钱列车 好 那当然工业电脑里面 今天很多次涨多之后的拉回来 但是我们要去判断 涨多拉回来之后 拉回来 什么样子的位阶 买点可以再接 而什么样子的位阶 投信持股会不断的调节 好我先说一下3374的精彩 来说到这档标的我相信你是领铃家族的家人 我们早就在精彩高档的时候全数获利卖出 而且避开将近三成的幅度 所以很多股票如果你只买不卖的情况之下 你会错失最好过来的一段 而且呢你没有办法避开下跌的那一段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工业电脑拉回来 哪一只股票可以买1.0准备好了 再来呢万物接涨 只有薪水不涨 抗通膨的概念 也是接下来1.0要选择的资金避风港 就像呢你看到今天的保雅 今天的美食 今天的富邦煤 甚至呢今天的统一力情 我们来看一下4426的力情 你可以发现到目前的行情 还是形成的N字突破的一个走势 所以这些都是未来拉回来 需要关注的方向 那今天我比较没有时间跟大家讲 半导体股价下跌的原因 那我特别请我们1.0的团队 准备了外资借券的章数 以及外资借券的基本介绍 我会把这一份很重要很重要的半导体的 筹码基本面的资料 放在我的Lite8的首页 所以我的Lite8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记得把它添加 那再来呢 来6月29号 娟姐问我们大家一个问题 大盘会不会往下 我认为会 而且会跌破万物 所以台积电的走势会向下的情况之下 对于整体的大型全值股会产生不利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精彩我是有买有卖 我赚到最好赚的一段 避开大跌的那一段 所以今天这不是新闻1.0会上 而且股市1.0许1.0YouTube频道 欢迎你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那最后呢1.0还是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现在很害怕 如果你现在很担心 如果你现在失去了方向 1.0真的真心的告诉你 我想保护你 我是一命女子 但是我有坚强的内心 我有一个完整的团队 7月份的10大超跌好股 我准备低阶进场 我准备弯腰减赚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不要对股市失去了希望 因为1.0做你财富最好的靠山 那1.0股市1.0许1.0 许1.0YouTube频道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最后7大10大超跌好股票 都在1.0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1.0一定要带大家 7月份逆转胜 那最后也预祝我们 所有的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赚大钱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